好了阿姨,我们现在可以政治开始了 阿姨早安 我是剿匪学院 那么本周我想向您请教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长期一直想跟您请教的 就是关于汉字的问题 曾经在您的推文里面说过呢 汉字不是一种语言 当时看到您这段推文时 我想起了现代语言学的鼻祖 也就是瑞士语言学家 索旭尔的理论呢 他认为呢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书面语 能够讲出来的话语呢 才是语言学的唯一研究对象 所以在整个世界语言学的认定里面呢 汉字这样的一个古代象形符号 他们认为并非是语言的一种载体 您也曾经说过汉字起源 其实是一种符号 也就是呢 那个内亚的征服者呢 用美索不达米亚 这些仓库管理员的数据符号 来记录整个东亚以及东南亚土著 这些多音节词会演变而成 所以诗经里的一个字 其实是一个话的好几个多音节词 否则诗经里面的音韵就无法解释 这种数据符号 后来演变为东亚各个族群 跟朝廷交涉使用的书面文字后 就很容易呢 会使得这个地方人们自动内建了中央集权 以及大一统帝国 历史不断延续的这种假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后来整个东亚的汉字呢 完全走向了一字一音的系统 而日本的汉字却是一个例外 和字汉字呢 它好像保留了古代汉字的一些特点 它有一字一音也有一字多音的 就是日本汉字好像它是以汉字作为拼音的辅助 本质上仍然是以拼音为主体 而东亚大陆的汉字一直是有字无音 直到后来强行推广白话文以后才有所改变 这里想请教阿姨的是 请问这种演化结果呢 是否跟东亚它不断的被西亚征服者所入侵殖民 造成一轮一轮的瓦房电话有关呢 还是跟东亚推行的科举文化有关 那像台湾这种被中国流亡政权强行殖民以后 书面语已经借由公益学校的强行的推广 反向压制台湾人日常的口语跟母语 那如果台湾要摆脱这样的方块 之加上大一统设定的困扰 您会觉得台湾的中小学的语言教育 应该如何规划比较好呢 不好意思阿姨 我这边听不到您那边的声音 您那边是静音的吗 现在听到了 好的 这其实是汉字边缘地带共同的做法 跟阿卡德人使用的做法差不多的 阿卡德人也是在苏美尔人和亚洲人的边界上 就是美索不达里亚洲 过去和周边三地的边缘地带使用的那种做法 像壮语和唐宋之间的土俗词 看上去跟贾民就是极其相似的 而做法也是差不多的 因为壮语跟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各语言 基本上是亲缘关系 近代的民族发明家 比如说泰国人就认为 洋子江以南都是泰语民族 越南人也认为洋子江以南都是百越民族 当然他们用泰语民族和百越民族 这个词的含义 跟我用东南亚民族是同一个意思 只不过他们都想把解释体系 往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方面靠一套而已 同一个词在印尼语当中仍然存在的是三英杰的词 在汉字和壮语土俗字当中就只有一个字 但是土俗字跟汉字还是不一样 土俗字从外形看上去就很像是日本的假名 它直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土俗字还是会发出几个音 而汉人看到跟这个土俗字相对应的汉字就只有它一个音 其实这两个字跟他们对应的那个印尼语的词是完全相同的 而印尼语现在就完全是个纯粹的字母文字 你可以看出汉字造成的语言 在语言的自发秩序演变当中造成的就是一个沙漠化效应 壮语韩语这些就正好处在沙漠化的边缘地 还没有完全被沙漠化 但是跟远方自发产生出来的森林不一样 它已经受到破坏 说到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到强文字的士大夫文化的影响 弱小的酋长国 土俗国之类的 本能地感觉到强势的政治力量和资源在士大夫帝国官僚体系那一方面 因此用帝国官僚体系的文字来拼写自己的语言 而且还要用它来附庸风雅 中古时期的洛岳人的土师酋长国之类的碑文记录之类的 还有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之类的 往往是双语的 就是说是既有汉字又有汉字中间不存在的土俗字 近代粤语也是这个样子 粤语当中有些字在汉字里面是没有的 它还残留着上古时代汉字那种一个单独的符号可以发几个音的状态 而与此同时 唐宋之间的比如说苏东坡这样的士大夫 他所对应的汉字已经发不出很多音了 但是我相信就是 诗经时代的士大夫阶级 孔子时代的士大夫阶级 见到一个汉字是可以发出很多音来的 但是到唐宋时代 同样的士大夫阶级已经只发不出很多音了 中间能够发很多音的音韵学 经过南北朝以来新印度文化的输出已经基本失传 留下来的就像是人死以后留下来只有骨骼一样 留下来只有最难腐化的方块子 而这个方块子原有的字形跟发音之间的秘诀 因为数级符号这些东西在古代是一种秘传知识 他只凭看到的秘传知识是不管用的 就像是埃及济师所流传下的报告那样 你不能够读埃及的神圣著作就懂得埃及师的秘诀 武侠小说的秘诀是这样 你看了并不管用 还要有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的秘传知识 上一代的金诗给下一代的金诗传 你如果没有经过上一代的金诗的口传 只凭自己去读的话 不仅错误很多 而且很危险 往往像传说中间的魔法师的咒语一样 那个咒语是不能念错的 如果你凭着自己的理解去随随便便乱念念错了以后 那比现在初一要事故乱吃药还要危险 那么的话你自己就先挂在里面了 秘传知识和神圣经典是相辅相成的 上一代师父传给下一代师父的同时 在读经典的同时也要传秘传知识 这一点不仅仅限于方块字 所有的秘传识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曹操 我们现在知道的曹操 就是三国演义中间的重要组 奸雄或者是英雄 正史当中的曹操是一个善于打仗 善于治国的开国帝王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道教的神秘法术继承者 他跟黄金军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因为黄金军也是道教秘传知识的所有者 所以才会有关于清州兵之类的横斧的哪些现象 如果你读正史的话 正史是按照朝魏的史官以有利于曹操的方式记录出来的 所以只强调了曹操的英明神武 说他率领几千人马跟暴信一起作战 黄金军几十万人马暴信打死了 但是曹操哭着收敛了暴信的尸体以后 接着再接再接混战终于把黄金军打趴下了 几十万黄金军都被他收编成为清州兵 变成了曹操的基本武力 以后曹操的地位陡然上升 但是以前就已经很多学类对着不可解释 因为史书里面的曹操是一个英明神武 用人不拘一格的大将 不管怎么说 他总是打了很多仗的 而他手下提拔过很多有能力的军官 这些军官比如说点尾之类的 张辽之类的 往往刚刚投靠的他手下都是几百人 而清州兵可有三十万人 在这几百人投靠的将领当中 都能出这么多名将 为什么多达三十万人清州兵里面中朝为一朝 一个名将也没有 然后他们就不能做高级军官 是因为他们出生于黄金军 受到曹操的歧视的缘故吗 可是他们不是曹操的基本武力吗 而且清州兵在曹操史的时候还存在 史书记载 就是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载 曹操史的时候 清州兵团突然雷起战鼓向东开进 不经过上级的命令 擅自军队战子开拔这跟叛乱似的几乎没有区别的 所以朝廷上的大臣就建议说是派兵围剿 但是另一位曹操的老同乡也是开为工程所 千万不能这样 这样就乱了 我们应该命令各地州县向这支军队供应食物物质 就像是正常的调供一样 等着他们自己平静下来 四指魏文帝朝批接受他的意见 后来的事情就平静下来了 这就说明直到朝朝死的时候 清州兵仍然又在朝魏帝国的君子当中 准确实在东汉帝国的君子当中 享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 不能用正常的军法和军事纪律来维持 现在最新的考古发现 已经找出了一些朝朝跟清州兵来往的信件 它显示出来的内容似乎跟朝朝的原始形象不符 也就是说 朝朝很可能也是伊朗瓦房殿宗教 瓦房殿性道教的一个流派的信徒 清州兵黄金军给朝朝写过一封信 你说您老人家和我老人家是道友的 你看您老人家的服食练器之处 在我们看来是九段高手 境界很不低的 跟他看来不一样 你看我们在这方面也很有心得 我们不如拉拉手交换一下 不是这些心得吧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 曹朝跟清州兵的关系 似乎并不是很敌对 同时曹批魏文帝废除汉国以后 自己建立魏国 也是用武德始终理人来说明自己的 他改元皇武 武这个词很简单 红武皇帝建文皇帝 唐高祖年号武德 开国皇帝 凭马上功夫打天下 有一个武字很正常 这个皇字就很不妙了 什么叫做皇呢 在东汉末年的意思是什么呢 昌天已死 皇天当立 睡在甲子 天下大吉 道教徒在三十六个教区 发动宗教叛乱 推翻汉帝国的时候 砍出的口号就是 昌天已死 皇天当立 昌代表什么呢 代表水德 汉到底是什么德 是火德土德还是水德 改过好几次的 这主要是涉及到 汉武帝时期的 夹杂了方式的儒生 要证明汉代秦的合法性 当时他们认为秦是水德 所以我们要代替土德 但是经过了王莫 王莫要串汉朝的位 他又说他根据下一个德性 来串汉朝的位 于是光武帝就又要推翻他们的说法 说汉其实不是土德 而是火德 结果汉到底是哪一个德的问题 在王莫和光武帝时期的方式和儒生 当时的儒家和方式已经杂柔得差不多了 嘴上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而这个就涉及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所以光武帝和他的继承人 明帝张帝就干脆下定说 他妈的我们所谓谁也不讨论了 谁在讨论谁就是反动派 想怀疑我们帝国的合法性 是绝对不行的 无论汉朝是算是土德火德还是水德 反正德都在我们身上就行了 黄金军方面的意见显然是 苍者北方黑色水德 苍天也是皇天当立 黄者土德 所以我们应该取代你 我们的合法性就在这里 而曹朝是怎么起兵呢 曹朝跟东汉的各路斯大夫诸侯一起起兵是怎么 朝廷危险了 妖人邪教徒威胁朝廷了 我们要保卫朝廷打扰他们 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 像铁木尔再打进巴克达一样 住成尸体塔 请注意这种做法跟儒家的仁义 一点都不相符 对不对 儒家不是爱民如子 要把人民叫拯救人民于水火吗 一过了沙哥去把尸体住成高塔 这种秦始皇都干不出来的残忍事情 铁木尔在伊斯兰事件也是有土的暴君 一般的穆斯林皇帝不干这种事情 当然都是达达也完人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你们这些儒生这么干 显然对他们看来邪教徒不能算得 不是大汉的成名 而且也不是一般的叛乱分子 一般的叛乱分子砍掉头 至少尸体还可以安葬的 连尸体都不能安葬 追得高高的一座塔 你们简直是妖艺 别人只是叛乱分子 你们是僵尸怪物 必须彻底意义消灭的 曹操是一个起平起望的小诸侯 我们应该设想就是说 他的口号也是诸暴乱 心腹汉师 董卓串汉 黄金威胁汉师都是他要打倒的 他跟袁绍 袁绍可是四四三公 世代都是儒生 刘表是清流党的八级之一 地位是近次于三军 大将军斗武以下 最著名的清流之一 都是儒生 曹操跟他们混在一起 关东十八路诸侯当中 应该跟他们是一起 这是势力少一些 他怎么用黄金的口号呢 他的儿子用黄武的年号篡位 就是说 难道曹操不是汉的继承者 而是黄金的继承者 他实现了黄金没有实现的遗愿 实现了黄金当的遗愿 另外一些信件也得显示说是黄金军根据宗教方面的理由认为真定是一个他们建国的适当对解 为什么 真人 天下混乱就等着真人突然 拯救天下苍生 真人是一个道教的概念 也带有伊朗先真道的痕迹 总之他不是徒不通的凡人 但是是凡人可以经过适当修炼以后达到的经验 真人拯救世界 真人将来哪里出事呢 就像是犹太人一天到晚争的人 米塞亚在哪里出事 反正大多数人认为反正不可能在那洒杂的外出血统的穷乡必壤出事 这是当时神秘学家争论的一个重点题目 黄金军的看法是我们要打到真定去 因为真人将在真定出事 真人将结束这个混乱和邪恶的世界开辟一个清明的世界 然后曹操在他的私人信念当中自称真人 曹操就是真人 而且黄金军在写信给曹操父子的信念当中也把曹操称为真人 所以真实情况就是 曹操凭他几千人并不见得能打败黄金军 而是跟黄金军达成一个捅战的协定 黄金军认为在斯大夫阶级的阵营当中 曹操是跟他们最接近的人 就好像是国民党当中的共产党地下党来一样 你来收编我们 明想是收编我们 实际上是保护 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 黄金军的军事系统或者说清州兵军事系统一直是独立的 他的高级将领不能进入朝廷 因为朝廷的正规信仰是儒生而不是妖法 在儒生看来你们搞定是妖法 但是这些妖法对于曹操个人和曹操的朝廷还是非常重要 就像是白年教对于朱元璋的朝廷一样重要 首先曹操自己可能就在练习长生不老术或者诸如此类的类似妖术的东西 所以他练气、扶石这些东西都需要同门师兄弟子的指导 其次尽管在社会的中上层的士大夫文化占有优势 但是在社会的下层 后来被称为道教其实是五发八门的地方信仰跟外来的伊朗宗教的混合物 这个混合方式就像是伊斯兰教团的东南亚 本地的乌斯头目之类都变成了伊斯兰教的金丝 形式上上层文化已经变成伊斯兰教文化 但是底下我们都知道马来亚印尼那一代底下做乌法的穆斯人其实是很多的 而且各地的穆斯人信的乌法不一样 汉末三国乡就是这样的 所以孙策是怎么使的 也是被道教徒秘密刺杀的 这些道教徒遭到孙策的镇压 孙策认为他们的活动跟他的统治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危害 而就镇压过一个自称皇帝的百岳五岳道教徒的判断 这个五岳道教徒企图建立一个五岳帝国来反对孙奸父子效忠的汉帝国 而这个五岳帝国的官方信仰像后来的陈汉帝国一样也是道教 这是天师道刚刚在远东露头的状态 到后来到陈汉时代到王羲之王羡之时代 天师道就已经变成催号王羲之家族正式的信仰 声势浩大了 他们刚刚露头的时候就是曹操所在的状态还在被当邪教打压 但是社会的下层很可能已经普遍信仰邪教 而曹操能够战胜各种诸侯很可能跟他能够收编青州兵的理由一样 就是只有他能够顺应下层的信仰 所以他改一个皇后 你还好什么意思 他有两套统战园 第一套是历史上记录下来的 我们要建立第三个汉朝 光武帝第一次复兴汉朝建立了第二个汉朝就是东韩 建安英雄曹操算认他的秦王大军 把汉先帝从董卓和各路军法始终救起来 要建立第三次复兴汉朝 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归附他的 所以后来他真要串汉的时候 宁愿自杀或者被下毒而死也不能跟着曹操 因为这是他的正规意识形态 正规意识形态统战汉朝世大会的秦人就是说 我们拯救了汉朝 所以汉朝是一个合法继承人 但是对下层的人民有另一套统战方法 你看我们是黄金军的统战人 黄金军吹翻汉朝没有成功 真人的统治没有来临 但是皇武皇帝朝批 实现了你们的真人领求朝朝的遗愿 实现了张角三兄弟的遗愿 给你们带来了真人统治的亲民挑战 它有双重的统战逻辑 这种统战逻辑在今天的共产党当中也可以看到 共产党对底层人民和自分里也是有双重相互矛盾的统战逻辑的 很可能曹操的朝代 朝位就是这样一个双重统战之下建立的朝代 好 曹操自己学习的那些技术 按照当时一直到孙思淼 孙真人那个时代 道教徒 包括李白在峨梅山学到的那些东西 都不是只靠经验能学到的 都是要用秘传的 那叫口诀 口诀不写下来 不说经典不重要 但是学习经典的同时 如果不把口诀念得很正确的话 你学了也白学 甚至还可能有害 古代的语言 由苏利阶级长成的语言 苏利是什么呢 它是国家资源的主要控制的 它是从仓库管理员出生 古代国家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神庙管理的仓库 我说是美索不加利亚的国家 渐渐这些仓库管理员 它们就是现在官僚体系的原型 官僚体系是代理员 它们是国家的代理员 它不是主人 但是管理时间长 它们可以使别人所有人都离不开它 谁也读不懂它们这些复杂的记录符号 就像是你很难通过 不通过出租管理员 就能够迅速找到某一本书 如果你自己一百分岁找的话 你一个月都找不到 人家凭他自己的那套符号 两分钟就给你找到 对不对 苏利阶级管理员那套符号 仓库一把口烧掉 但是你不想不能做 仓库品两个事情很有用 而你不任用的那些仓库管理员的话 你要是从里面找东西 效率很低的 你还不如给那些仓库管理员 以特殊待遇 让他们继续做官 让他们为你服务 这样 仓库管理员手里面掌握了那些符号 就渐渐变成了他们的吃饭家伙 和阶级利益的依托的法宝 因此也就有一定的神秘性 特别是 外来征服者 征服了衰弱的米苏丘巴拿的武家文明以后 上层的官员和祭司可能就被征服者取代了 因为征服者有征服者的神 因此祭司的传统就要依靠仓库管理员才能维持下来 仓库管理员自己的符号系统 也就有了祭司的神秘性 因此也就是口号法宝这些东西 也就一点都不能用错 用错了像是风水先生的风水一样 用错了以后 我们用世俗意义就是说 你写错了知道你找不到正确的东西 你工作搞不好 神秘意义就是说 符咒念错了 很可能遭灾惹祸 不但没有效果 还没遭灾惹祸 年轻的学徒在学习这一行的时候 小学生总是贪玩的 为了使他们好好学习 上代的精神很可能是一面不断地夸张 用这一套的下腹 他们自己也相信了 然后又来下腹下腹下一代 因此神秘性和有用的基督是连在一起的 因此他们就形成了一种 我可以称之为官僚宗教的东西 它没有正常宗教的神秘性 它是跟官僚主义连在一起的 它的神秘性是一种低级神秘性 也就是说不涉及到超越意义上的天神 不涉及到时候得救的东西 而是像是道教的法说不如乌术一样 所以说乌术就像中医药和草业的王老师联系起来的 乌斯就是医师 念就念不灵 不是说是你伟大的灵魂会不会得救的问题 这些伟大的问题基督徒和穆斯林会关心 但是乌斯是不关心的 乌斯克尔必须只关心这件事 你的病好不了了 这是一个世俗利益 官僚宗教的信奉者也是关心这种世俗利益 而不关心你的灵魂得救不疊度 他们甚至也不关心你有没有灵魂 但是反正你的符咒不灵 对你来说是很糟糕的事 然后这种文字的拥有者 无论如何拥有这种文字的人 他们可以建立起来强有力的国家管理体系 拥有大量物质资源 管理大量物质资源 原始部落建立起来的帝国不能扩大 往往就是因为资源管理不起来 抢到了战利品收到的资源 不能恰当地管理 像古代的打猎部落一样 为什么猎人一旦打到猎物 一般的做法就是 请周围的勇士来一起吃 为什么因为没有冰箱 不吃猎物坏掉 我不是白打吗 你吃了我的猎物 就记我的心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以后我打猎的时候 让你们帮忙很容易 而且下一次我打猎 打不到猎物的时候 你们打不到猎物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吃你 这就是最恰当的做法 但是这样资源不能积累 所以哪怕是我这一代英雄豪杰 是个伟大的猎人 各部落都崇拜我 我就像一个大可汗一样 但是我的儿子没有我这么牛逼 而宁静的部落 出了一个跟我一样牛逼的人 大可汗不就变成他了 稳定的帝国是没法因此建立的 但是如果你手下有多费血资的官僚 把各种东西 战利品粮食 财宝都适当地加以管理起来 哪怕你的儿子是白痴 靠着这帮管理员 你还可以继续当第二代大可汗 帝国是依赖官僚建立起来的 有了这帮掌握秘密法术的官僚 就可以建立稳定的帝国了 但建立稳定的帝国不是好战 如果大可汗在各部落当中能流当的话 那么社会志愿不会受到很大的神态 人民是自由的 人民就是我拥护谁 谁牛逼我就拥护谁当大可汗 一般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当上大可汗的人 就像民主国家的总统一样 一般是真有本事人 而且他们也不能压迫人 压迫人民人民就要选别的大可汗了 但是有了官僚系统以后 房地就算是白痴 依靠官僚系统和资源 照样可以压制有本事的人 人民就渐渐变成消极了 听天由命了 房上反正怎么歪 怎么坏 怎么无能都是房上 我们也没有办法 大家渐渐变成了没有上进心 很奈批的费拉圣经 社会资源和生态 自然资源都会受到很大的损担 但是帝国可以稳定 我们要明白 历史学家所颂扬的大多数帝国 是反文明的 非但不是文明的载体 反正是反文明 甚至是反自然的 像两河平原伊拉克和黄河六与 生态的破坏 跟帝国的产种 是有深刻关系的 而生态系统维护比较好的地方 都是实行部落和封建结构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政治体系 也比较原始简陋 而且民主 原始简陋跟民主是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秘传知识的拥有者 他们显然有一部分就是 殷商的祭司 还有跟周文王一起做八卦的一些祭司 他们变成了桑州两代帝国的主要维使者 他们肯定是从西亚来的 然后孔子学到了秘传知识 据说他到洛阳图书馆去向老子请教 图书馆就是一个秘传知识的 而孔子的很多门徒 都是依靠这些秘传礼仪 跟达官贵人主持婚礼仗礼 以此而分一口换吃的 当然孔子本身不以此为满足 他认为他的知识很了不起 至少应该做做宰相才行 他的弟子没有那么大的志气 只会主持婚礼 他是很逃不上的 但是无论如何 儒家的传统就这么产生的 官僚帝国的传统就这么产生的 拥有这样的一个士大夫集团就具有了在黄河流域建立一个官僚帝国的资本 他们使用的汉字不是别的 就是来管理在殷商和周这两代帝国 用来管理祭司和资源的法术 殷宙王临死的时候 跑到他的露台上去 那是他的天文观象台 是当时天文学家兼乌司聚居的地方 也是起初去做法去的 祭司和资源分配是有密切联系的 比如说孔子在罗奔不下去 是因为执政的大家族认为 你搞的政治改革 复古维新的政治改革不合我们的意思 我们在祭司的时候就不分肉给你 这又相当于是天主教会破门了 开出你的教级 孔子觉得受到极大的部落 所以他就跑路了 直到汉初的时候 陈平之所以可以当宰相 是因为家乡的父老说 陈平祖司的时候分肉分得特别攻击 对于原始部落 我刚刚讲的那个打猎的时候分肉就是主要正常的问题 分肉分得公平 如果你既会打猎 打到肉特别多 分肉的时候又分得特别公平 大家特别拥护你 你想要不当大球党 都可能的 同时在男的猎人打猎的同时 女人也在自己家门口附近 种一些原始的小麦儿之类的农作物 因为不用特别 在短期会付出大量的爆发性的引力 所以这个活一般是女人在干的 但是你种出来的小麦和小麦酿的啤酒是你们家的私人财产 别人不能分 你也可以储存起来 酒是可以长期取得的 男人打人打到的东西就有具有部落公共财产的性质 需要分 不分也会帅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和统治首先发生在男人和猎人之间 而不是发生在女人之间 而私有财产的概念主要跟女人和家庭联系在一起 没有家庭就没有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始终是在家庭产 而战利品是一个公共观念 公共观念是国家的起源 这就是原始国家的起源 搞到最后 到春秋时代和汉春 既是国家已经发展得比分猎物的原始猎物的发达得多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孔子和陈平能不能当政理家 可不可以组持国家政务 最主要的横将标率是 他组持祭祀的人 儒家就是组持祭祀的人 他对各种礼节知道最清楚 一直到左宗旁时代以来是这样的 这个当然又要包括他那些秘传的经书 这些秘传的经书到冯道时代才跟人简性向平民开放 但是师徒之间口耳相授 像郑玄、东汉时代那些经师、夏侯家族、郑氏家族、经文学和古文学之所以搞得那么厉害 是因为他们也是门太的人国 不要以为我们读的都是同一本孔子经书 我们就是一样的 像现代科学家一样 我们可以随便交换实验室 不是那回事来楼 我们是要看师承的 汉代经师的师承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师承就要看家族 袁萨为什么牛逼 我们家世代人都是大学大经师 我们家的立场都是你们不信袁人的没有 如果你们家的老爸并不是很牛逼 没有什么必想之说 那你就拜师学义 你拜了夏侯家 那你就是夏侯派的人 拜了郑家就是郑家的人 拜了经文学家就是经文学家的人 拜了古文学家就是古文学家的人 后代人看了莫名其妙 经文学和古文学有啥差别 就差上那几个字 也无非是古文学和他们的经书从地下挖起来的 经文学家是经师背诵下来的 没有被秦史上烧掉 从文本上来看,差别并不很大 但是文本只是最重要的落实 重要的是口传的秘诀 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给外人的 而且它是一般小精神吃饭的家伙 公布了以后 它就像是现代科学家失去专利一样 它没钱可赚 对于大经时代的时候 它是要做宰相之大官的 这样了不起的政治武器可以随便给人吗 治国平天都靠了这一套 都是要我最信得过的蒙徒弟子 我才能传授给他 各个京师的学派也就是都想垄断朝廷 经文家就觉得朝廷应该是我们垄断的 古文家挖出来的东西 那些秘传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地上的死东西 你凭你的脑子去猜 你能猜到古神先贤的争议吗 猜不出来的 你猜错的地方必然很多 而我们是口传的 我们是正正经经的 秦史皇烧书以前的金师福生 福生的知识 就像是伊斯兰教沙迦海学家一样 我的知识是我老师教给我的 我老师是我太太老师教给我的 我太老师是太太太太太老师 你教给我的 我太太太太太老师的最高一代 他可不是别人了 他老人家认识先知不看莫德的侄子 或者是战友某某某 这个人的名字在古兰地上出现过 他从这位人兄嘴里面亲口听到的东西 你们还精神都是假货 你们也就是闭上眼睛读了两天古兰经 还有其他的简经学著作 闭门造车造出来的 我之所以毕业牛逼 你看我有一个像家谱似的东西 家谱第一代先知不看莫德 第二代是他的战友或者亲属 然后第三代是我的太太太太太老师 以后第四代第五代 一直穿到我这个第十八代 我开的是家谱非常可靠哦 我开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存在 有历史诗迹的 你呢 第一 要么你没有家谱 没有这个私信家谱 第二 要么你有一套私信家谱 我来考证一下你 我发现你的第八代 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 历史就咋没有 我看你是编出来的 就算不是编出来的 也是微不足道的厚生小辈 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总之你不如我 谢谢你